准备的粮食准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可粮食太多 没办法运出去 其实 目前最大的困难 是既要把粮食运出去 而且还要保护好我们自己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不能让下本人知道 不然我们就暴露了 可是这么多粮食 遮肯定是遮不住 还需要很多士兵去运输 我也 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倒是想出一个办法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你说 运粮 庞天熙是最大的威胁 我们可以借游记送罪的手 好好教训教训它 接着说 此事必须中条山来帮忙了 但是 不能让邱远古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 这样一来 就必须派人进山 将密码交给魏大河 冒险进行电台联络 文韬说得对 派谁去 怎么进去 这个 我来想办法 不许派人 跟魏大河联系的事情 不能让电报员知道 只给他密码 内容 我们轻易 大小姐 这样很危险 如果一旦遭漏了消息的话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们只能冒这个险